各位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 领受圣灵 圣灵就是神 祂与信服耶稣基督的人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因为一切有关于神的事情 都是借着人的灵和圣灵相感应而产生的 当然人对于神的知识 还是要透过人的理性 但是个人对神的体验 却完全依赖圣灵在人心灵中的工作 有些人以为读圣经 祷告 懂得一些道理 受了洗 不就是基督徒了吗 其实 他可能还在救恩的门外呢 因为他没有领受圣灵 如何能够领受圣灵呢 下面有五种态度 是一个领受圣灵人 他应当有的 第一 他应当有一个可慕的心 圣灵不同于邪灵 绝对不会去强迫人接受他 圣灵总是在可慕 亲近神的人心里面去动工 让他们感觉到 神同在的喜乐与平安 一个以世界为满足的人 是没有位置留给圣灵的 当然 他就无法体验圣灵的工作 第二 我们应当寻求圣灵 许多基督徒常常向神求这个 求那个 但是很少求圣灵的充满 有的是因为不认识圣灵充满的重要 有的是不在乎圣灵引导的必要 结果生活跟其他不幸的人没有差别 灵性萎缩无力 其实圣灵里有无限的保障 是要我们继续不断去寻求去挖掘的 第三 要有一个肯接受的心 承认和接受是两回不同的事 我承认我肚子饿 但未必表示我接受失误 不少人他们承认神的存在 却不接受圣灵的感动 圣灵不会像魔鬼一样的破门而入的 圣灵只让自己充满在那向他敞开的人心中 第四 是要有体贴的心 体贴是爱的牛路 丈夫赶到妻子手凉 就把自己的外衣给他披上 妻子存着感激的心 紧紧地握着丈夫的手 这个就是体贴 圣灵爱我们 我们要用体贴的心去回应 所以我们不当行不合圣徒体统的事情 叫圣灵担忧 都要存着一个敏锐的心 去体会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第五 应当有一个顺从的心 邪灵是要控制人 叫人不得不去听从他 但是圣灵是感动人 叫人甘心情愿地去顺从他 我们里面有怀疑 有挣扎 抗拒 抵挡 圣灵就不会来充满我们 当我们放下这一切的拦阻 很自由地投身在圣灵的里面 就一定会享受到 他对我们的充满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吗 为何不找一段安静的时间 来好好的向神祷告 追求圣灵的充满吗 愿神祝福你 谢谢